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挑戰者 第3集 222到229 哥利亞國王刺客玫瑰花蕾 這個秋不太冷 摔得月中掃兵無堂 強盾推倒正面牆 語言神 成就全收集 1.0到4.8共1240個 已完結 包含天地問像隱藏成就 每日任務 世界BOSS及其他挑戰者 第4集 230到235 畫龍點睛 太陽炎溶溪 月亮炎溶溪炎元素反映 廢徒毀騰飛躍水療管 被命運詛咒的王 这期视频 我们来收集挑战者 桑中的8的成就 我们需要准备 一个火元素角色 还需要准备 一个输出角色 再加上一个东剑角色 好 准备好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 附血之路下方 记得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从这儿飞过来 然后贴着上臂 我们来找这个雷银速食 激活它之后 它会现成伤着兵营 我们要把它的兵营都破坏掉 不然它的那个兵盾 就会一直重生 把它的伤着兵营 骑杀之后 我们晃出火系角色 打破它的这个兵盾 就能拿到第一的成就 去吧 善良的小宝贝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张才记得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囊方向 我们要去找前面几个丘丘萨玛 丘丘萨玛一共有两个成就 一个是它会 施法产生那个冰图腾 我们要用火元素技能 把冰图腾融化 也就是就击败它之前 不能产生冰图腾 所以我们要来两次 来我们等它那个 产生冰图腾 它自己已仗起来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用火系角色 来那个融化它下面的冰图腾 就能拿到这些成就摔得越重 拿到之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张才记得TP点 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要让它开不出冰图腾 我们就把它击杀 小伙伴们就可以撞伤害了 冒险冒险 好的来这要剪一刀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我们的西北方向 我们去找前面的那个 秋秋冰图腾 下一层就是需要在 秋秋冰图腾王 魔化状态结束前 把它击败 就是不要用火系角色 快速破盾 其他的 只要伤害豆兜腾 也不要拿冰C 但是我的记得号上 只有一个冰C 所以只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觉得它的血条 要先消失 下面的狼条是 在你击杀它之前 它是不能消失的 好来剪一刀 击败了这个秋秋冰图 拿到成就之后 我们来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雪葬之都 救中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静止朝前走 然后换出火系角色 下一层就是需要我们融化 这个秋秋冰秋秋人的 这个大盾牌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火系角色来破盾 大家在身边 好龙化盾牌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地图的能方向 我们来找前面这几只秋秋人 差不多得了 我们等到这个 秋秋人他挖出了冰石莱姆 我们用火系角色破了他外面寄存 这层壳 要不然你是打不动他的 他挖出来之后 我们用普通或者技能 打落他的这个冰石莱姆 就能拿到这一层就 然后我们来再打台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齐天神相处 抱了齐天神相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系囊方向 我们要去找那个世界boss大野猪 之前带大家在雪上篇的时候 拿了两个成就 这里有一个成就算在了挑战者里面 所以就留到的现在才带大家拿 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去这边 开启那个热源机关 怕有的小伙伴伤害不做 会被那个极杭子冻死 在这可以开启热源机关 我们垂以战斗的状态 如果极杭子满了 也能来回血 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大野猪 这样的 大雪猪 也是一样的 用火元素 融化这三个冰 然后放出去三只小猪 我们再把这三只小猪击杀 收起来吧 哦 呃 击败了这只大雪猪我们就能拿到国王刺客的第一成就 来我们捡起自己的战利品 然后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稻 我们要去荒海 荒海下方记得提皮点 来到荒海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北方向 风加飞下去 我们要去找那个遗击重击 最后一个成就是我们需要用中剑角色 打破遗击重击的核心 然后使他瘫痪 遗击重击一共有三个核心 一个和那个遗击小宝一样 在他的头顶 另外两个在他的脚步 而且他头顶的这个是需要他中击我们的时候 才能那个暴露核心 来在他中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中剑角色 打破他头上第一个点 之后再来打破他的脚上 就能拿到这一成就 我们瘫痪两个作点就行了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挑战者 三中的八的成就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火元素角色 还需要准备一个输出角色 再加上一个东剑角色 好准备好之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负雪之路下方记得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从这飞过来 然后贴着上臂 我们来找这个雷银速食 激活他之后 他会现成伤的兵营 我们要把他的兵营都破坏掉 不然他的那个兵盾 就会一直重生 把他的伤的兵营 骑杀之后 我们晃出火系角色 打破他的这个兵盾 就能拿到第一的成就 去吧 善良的小宝贝 拿到这成就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张才界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囊方向 我们要去找前面几个 丘丘萨玛 丘丘萨玛一共有两个成就 一个是他会 施法产生那个冰图腾 我们要用火元素技能 把冰图腾融化 也就是 就击败他之前 不能产生冰图腾 所以我们要来两次 来我们等他 那个产生冰图腾 他自己已胀起来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用火系角色 来那个融化他下面的冰图腾 就能拿到这一成就 摔得越重 拿到之后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张才界的TP点 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要让他拆不出冰图腾 我们就把他击杀 小伙伴们就可以逛伤害了 冒险冒险 好的来这儿捡一刀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我们的西北方向 我们去找前面的那个 秋秋冰图腾王 下一成就是需要在 秋秋冰图腾王 魔化状态结束前 把他击败 就是不要用火系角色 快速破盾 其他的 只要伤害豆多腿 也不要拿冰C 但是我的这个号上 既有一个冰C 所以只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冒险他的血条要先消失 下面的狼条是 在你击杀他之前 他是不能消失的 好来简一刀 击败了这个秋秋冰图王 拿到成就之后 我们来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雪葬之都 救中这个提皮点 到提皮点之后 我们静止朝前走 然后晃出火系角色 下一成就是需要我们 融化这个秋秋冰秋秋人的 这个大盾牌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火系角色来破盾 对 五 魔兽孤老七步 五 丢大家在身边 好融化盾牌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地图的南方向 我们来找前面这几只秋秋人 得差不多得了 我们等到这个秋秋人 他挖出了冰石莱姆 我们用火系角色 破了他外面寄存 这层壳 要不然你是打不动他的 他挖出来之后 我们用普中或者是技能 打落他的这个冰石莱姆 就能拿到这些成就 然后我们来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齐天神像处 抱了齐天神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系囊方向 我们要去找那个世界boss大野猪 之前带大家在雪上篇的时候拿了两个成就 这里有一些成就算在挑战者里面 所以就留到的现在才带大家拿 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去这边 开启那个热源激光 怕有的小伙伴伤害不中 会被那个极杭子冻死 在这可以开启热源激光 在这可以开启热源激光 我们可以战斗的状态 如果极杭之满了也能来回血 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大野猪 一样的 大雪猪 也是一样的 用火元素 融化这三个冰 然后放出这三只小猪 我们再把这三只小猪击杀 收起来吧 哦 嗯 嗯 击杀完之后 这个大雪猪就出现了 我们把它击败就行 好来捡A刀 击败了这只大雪猪 我们就能拿到狗王刺客第一成就 来我们捡起自己的小猪 然后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稻妻 我们要去荒海 荒海下方借提皮点 来到荒海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北方向 风加飞下去 我们要去找那个遗迹重击 最后一个成就是 我们需要用中剑角色 打破我们的重剑角色 打破遗迹重击的核心 然后使它瘫痪 遗迹重击一共有三个核心 一个和那个遗迹小宝一样 在它的头顶 另外两个在它的脚步 而且它头顶的这个是需要它中击我们的时候才能那个暴露核心 来在它中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中剑角色 打破它头上第一个点 之后再来打破它的脚上 就能拿到这一成就 我们瘫痪两个作点就行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